诶 石板烤肉 来吃一下 哇 石板烤肉我要吃啊 饿了饿了饿了 老板娘 我要买那个石板烤肉 三地门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 一直是平地人跟原住民交易的据点 从民国六十年代开始 也是国民旅游的必到之处哦 很多人的人生第一口石板烤肉 就是在这里吃到的 因为市民远播 上上玩的人都会停留在这里 吃一口石板烤肉来解馋 当然下山办事 或访友的原住民朋友 也都会在这里买带下山 一来解鸡 二来赠送亲友的啦 这个好了 这个比较带一点肥肉这样 哇 你看完全都是扎实的瘦肉 可是吃这种好像要带一点油花 有点肥肉这样 他们那个香肠不是一般的香肠 我刚刚问老板娘 她说她里面是塞那个芋头 加一点碎猪肉这样 所以你在别的地方绝对买不到 对 我吃过别家的石板烤肉 这家筋铁 这样会伤人 这家是我觉得比较好吃的 对 其他也不错啦 你们哪里来的 桃园来的 桃园 台北桃园 对 这里的 你们是这边的吗 这里的 这里的 霧台喔 嗯 你吃一个吗 谢谢 对啊 你们是这里的吗 这是平东市人 哦 就上来玩 刚刚在买的过程当中呢 我看到很多山下的平地朋友呢 他们要上山去玩 来这里买烤肉 也看到呢 我们这里的竹人啊 他们要下山的时候呢 也来这里买石板烤肉 为什么呢 在台24线的山地门这里呢 它是山地跟平地的一个交界处 所以不管你要下山去找朋友办事的竹人 或者说要上山去玩的平地朋友 都会路过这里 因此呢 这边发展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石板烤肉的一种产业 那也方便很多游客也好 竹人也好 不管是把石板烤肉当做伴手礼 或是自己在路上自己吃 都是蛮好的一种选择 那这边的石板烤肉呢 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是 一开始他们全部都用石板嘛 但是因为石板本身取得不易 再加上它是耗材 烤久了很容易就碎裂 所以呢 他们采取一个折纵的办法就是 一半铁网 一半呢是用石板 所以当肉在这个铁网的上面烤 大概七分熟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把那个烤 大概七分熟的那个肉呢 移到这个石板上面来 那石板本身 因为它不会渗透嘛 所以它会把那个 它会平均地把那个油花呢 分布在整个烤肉的面上 就是那个烤好的肉的面上 所以吃起来呢 就不会太焦 酥酥的 里面呢 又有一点油 让吃起来的口感更酥 更好吃这样 更香 这次 这怎么叫 山猪 拉冰 然后这是他们特製的香肠 我每次来都有买 老板娘不认识我而已 来来来来 我都是戴帽子 都戴帽子啊 来 没有每次都换一个样子 有时候会比较瘦一点 好 来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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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妈妈是自己的 哦 这样啊 这是他女儿的 哦 他女儿是他女儿 没差啊 也很好吃啊 这有咖啡 这有咖啡 对 500啊 等一下 我还有没有 500喔 500块喔 我去拿1千里去 好 人家是以文会友 我在山地门啊 是以石板烤肉会友啊 是以石板烤肉会友啊